哈喽大家好我是永恒 那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咱们这里呢来看这个视频的这个下波 上部呢我是用这个赵云合成了衣服 然后呢这里呢是死了一二三四条命 死了四条命 现在呢只剩游击的最后一命 即呢四亿即将奖的一命 现在呢距离腰带呢还有比较远的一个 那啥是吧 然后呢我的赵云呢终于也是升到了三十几 这里呢是一个C赵云打了一个修仙榜 下一臂的传说非常高难的项目 而且呢这局是一个极其逆风烈士 这样的一个局势 我这个位置呢是想这个跳下A 结果呢没跳完又来 这里呢A大跑 然后呢再跳下A 先收掉了这个嫂子 剩一个司马仪 咱们呢来撞一个这个叫做隐身一 撞一个隐身一 这里呢BA次岛加雪赤上 然后呢剪点这个修剑起手 我实在是没有起手道具了 好修剑减上 把这个竹子也剪上 然后呢这里撞大鹏 撞大鹏 一个三撞连段 等司马一冲 撞大鹏 又注意一下好像打我脸上 好这里继续撞大鹏 再撞大鹏 OK收完四一 这样呢把这个修剑扔掉 剪成隐身一 可以看到是吧很惨啊 最后一件隐身一 多一个都没有 这里呢打一个这个摊分连段啊 这一套连段的话呢 是赵云刷分的连段 伤害很低 但是呢这个很加分啊 你看是吧 然后呢划不过去 接着前A 接着跳上A条 这样的话呢 我的目标很明确是吧 得打个4E 最少得打个4E 然后呢这个抽奖 也是这个准备抽一点东西啊 因为这具实在是太群了 群的那是发指 司马一如果包一个大家雪 那么呢我就会选择一个抽奖 这个加雪就算了吧 好咱们呢出来 往前走 来到了沙漠河站 先撞一个石头树 但是呢打的太慢 石头树没有 这就有点单疼了 这个石头树没有的话呢 挺不得劲的 躲一个笑 然后呢剩的雪量呢 正好够一套带走 这里呢独技群众 一个A大风展翅 跳下A大风展翅 收掉 这样呢拿下了沙漠河 这一关的话呢 如果有这个石头树 那这关就够合这个腰带了 因为呢这里我有一个不一样的任务 什么呢 就是 必须得穿个鞋 在这呢当时这个 风轻云太弹 这个老板最佳的 穿一个鞋 好那咱们就进来吧 进来旅步之后呢 先选择一个48的必杀 先把这个遗众的小兵清掉 有两个妹死 毒气 清大狗 走位 清水兵 然后呢这里呢 捡一个飞碟 一会再捡 不许等须上 捡一个飞碟 好 有了 左边的飞碟没捡上 有点可惜 别想捡这个绣剑啊 但是绣剑也没捡上 这里呢跳下A 起手 大风展翅 扒了个A 再跳下A 再来 之后呢打一个毒统的 一个训练招 再来个跳下A 再大鹏 再 再跳下A 这一道伤害很足 然后呢打一个追低的大鹏 直接呢收掉这个吕布 然后我现在的血量 其实不安全啊 因为呢 这个吕布呢 依照这套打速 咱们这个位置呢 打一个48 我一个吕布的开场必杀 他们用必杀 咱们的大鹏展翅 大鹏 A 大鹏 累积了啊 这是刚才前一个吕布的 这个招式没打拳 累积到这个吕布身上 打一个滚轮 再打一个大鹏 再打一个A大鹏 往右挑 这里呢一定把它从板内打出来啊 这也是我教各位呢 打这个吕布的一个绝佳的办法 起一个渡标 打一个特材A 大鹏 A 大鹏 反挑 一定要挑出来 不挑出来的话很危险 这里呢躲电 打一个必杀 这下好像不会死 完了 这个必杀打得不好 应该三电躲完之后 扔个渡标 这里呢渡标一扔 没命中 直接呢打一个必杀 这里呢躲了对面的电 打一个防反 再打一个必杀 算是把这个吕布收走了 可以看到这吧 这个吕布的话呢 非常的难打 而且血亏 你要算啊 这个打这个吕布 我扔了一万个刀具 小刀具现在基本已经扔没了 所以说呢 除了血亏 我想出来别的办法 另外呢就是啥也不包 这吕布真是啥也不包啊 这是我平时不打这个吕布的一大原因 这里呢直接是刷出了Boss戴铁甲 没有别的办法 咱们呢直接用这个上下A的必杀追递 我本来不想用啊 但是呢现在实在是没有别的招了 因为这个 赵云本身这个Boss就难开 然后再加上呢对面呢就来了这个Boss怪助阵 所以说的话呢不好搞 好这里呢画面一期啊 来看这个诸葛亮 这是临时剪的几个小刀具 一个飞碟命中 大鹏展翅 A大鹏展翅 跳下A鬼轮 再来 打一个毒气追递 然后呢跳下A鬼轮 再打一个大鹏 然后呢A大鹏 再打一个A收完四一 没有这个追递道具了 咱们呢直接就是跑路 然后得击快解决助队量啊 因为呢一旦这个助队量的小兵呢 刷新出Boss 那么可能死的就是我了 这里呢赶紧独标记手啊 后半小兵不管了 再打一个大鹏展翅 取消一个轮 这里呢收一个A 大鹏展翅追递 然后呢追递AB 打一个气 哎你看这吧 很细啊 这样呢这关算是有精啊 无精无险的拿下了 有点小精吧 不太不太大精 咱们来看下关 魅阵汉中帝 这个关卡顺序来的是 真特娘的空地啊 你可以看到啊 一波兵又来了 一共就特娘的八个小兵 啊里边刷了三个Boss 啊不里边刷了四个Boss 这玩意儿我就 感觉就离谱啊 什么人能这么使用 然后呢这里助队量 再次护坠 我再次用这个B杀 B杀顶B杀 然后助队量人呢 打一个大风展翅 再打一个大风展翅 然后呢来看一看情况啊 准备一个飞队起手 还有三个Boss 这里呢没有飞队起手啊 直接选了一个48 这助队量人就不用B杀了吗 能不能给他个追击 他追上 这个位置呢 直接冷隐线1怂了 因为呢我这个气啊 我准备留一颗 我准备留一颗 然后呢这个隐线1呢 我在想就借着隐线1的时间呢 我也送到打打气 那么好吧 一路这个无击无险 刚才四个Boss解决完 又来到了这个地图 这个地图的话呢 比较难受在哪呢 这个地图呢 你不能开这个大B杀 因为呢你一旦想下去 这个王平在这 是吧 你就不能开全命B杀 那样的话呢 打着王平就下不去 下不去的话呢 四马仪就没了 这个位置呢 刷了一个村拳 我在解完跌出的时候 就已经提前跳我跌出了 你看是吧 这都是这个高手 一个提前量的一个准备 然后呢 跌出跌死这个 哎呦没死啊 赶紧扔个毒剑 哎死了 这套B杀受走了 好 打一个条 加点分 OK 那这样呢 还有一个亿奖命啊 这个人这个分 打的是真特娘的艰难 出门之后呢 刷了一个大虾 刷了一个插幕车 直接呢 大奔斩师连续地追递 先把大虾追死 他这个大奔斩师 带一个孤王 你住住一看 这个孤王的话 可以无限追递 但是呢 伤害啊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不过呢 打大虾就可以这个用上 这位置呢 没有选择暴婢子弟啊 因为能量太少了 我们先开一个48 看看情况 司马仪如果笑 应该能卡住 好吧 卡不住了 这里呢 跳上A开始躲 又来个谎蛋 这独漏偏风连夜雨啊 三怪都怕战友金 咱们先扔着战友金再说 这里呢 打出一个气 完了要死了 爆BCD吧 没有别的办法 这里还是没爆BCD 我挺硬啊 但是这个BX的话呢 最后得开两 一个不够 一个BX结束 死了一个 然后呢 走呗 一个BX黄盖就死了 那还真不错 这个BCD没爆 你还别说 算是白打中招了 好 继续往前走 来看这里边 里边这位置 搓一个红张聊 我这个AB还算及时啊 如果不AB 刚才那一下就死了 然后就红张聊的话呢 非常不好打 首先呢 这关呢 也不能BD 然后呢 这个 打的这个伤害也不太高 这位置又耍了BOSS 那继续开吧 这也没有别的办法 这种情况之下呢 除了这个全屏的BX 和道具以外 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这里呢 赶紧用大风展翅啊 把这个曹培杀掉 那终于没有小兵了 不是 终于没有BOSS了 一用的小兵 咱给他拿下以后 就是这关的这个 死马尼跟曹培了 哎 这里挨了这个刀兵 背后一刀啊 有点疼 好 清晰一下 别让 把这个刀兵炸掉 准备了个隐线一 隐线一先开门 先打实下 要不然呢 打手打门还是个事 哎 先打实下再说 好 打完实下之后呢 清驴 啊 你看是吧 这是我隐线一期间做的事 清完驴之后呢 气正好够 爆一个BCD呢 把这个隐线一撞出来 然后呢 开一个B杀过去捡 等司马尼出完B杀 咱们呢 再用B杀把司马 哎 这下 这下得给我反馈啊 马上开了个B杀 要不然那这下狗打死了 这个位置呢 这个就得扔飞碟了 因为那曹培要死了 再扔B杀 这个顶不住了 司马尼防了我个B杀 然后呢 这里打一个滚轮 再打一个大风展翅 好 直接收到司马尼 这样呢 可以打一个双司马 然后呢 咱把头盔扔了 这里是迫不得已啊 因为这个腰带来的 实在是太慢 太慢了 也是怪我自己 上关时的书没减着 减着的话就够了 打的太慢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怪神人 还有一个加血 我选择一个独标 这里呢 直接A A 撞 A 撞 然后呢 继续挡 这里呢 A 撞 A条 我想收一个 这个招式累积 然后血量差不多了 直接扔个动物书 小狗 撞 先吃加血 加血很重要 然后呢 大风展翅 大风展翅 收掉 下血吃满 愣四马 解四马 头盔没了的话呢 后续的难度呢 也会往上提一提啊 本来呢 这个鞋子是可以不用的 但是呢 没办法接最佳了 是吧 所以说呢 只能是忍痛 拿这个鞋子 这个位置呢 刷了个五神 咱们呢 直接开必杀 没什么好说的 但是五神也开了必杀 哎 不能那么巧吧 哎 差一点啊 然后呢 咱们再愣神仙底 又被他躲了 啊 这里呢 是我的AB挂着他了 愣一个飞碟 愣一个飞碟 开个AB 他又开必杀了 我这里呢 直接来 必杀对必杀 哎 哎 我已经有衣服了 这一刀差得过料了 愣个动数 服了 鞋子没有啊 这里只能表示服了 本来呢 这动数是不用愣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怪啊 我出一招 他就出一招 我出一招 他就出一招 我不出招 他也不出招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 这怪太贱了 当时我肯定是没骂 这里呢又刷了一个狗司马一 咱们呢 直接网友打一个必杀 一个司马一 哎 这个司马一 哎 这都什么游戏 我就说我玩这个玩意 跟别人玩那个不一样 这怪也不停啊 又刷了一个boss 一个必杀还没打死 那张灵剑能不能归我啊 解开张灵剑 这位置呢 再弄个张相机 应该呢 是吧 这个道具呢 这么情况之下呢 弄了个七七八八 我这 早起步就有个boss了 我打这个玩意 我就 一直就好奇啊 怎么能这么碎呢 平均走几步就来一关 走几步就来一关 老得劲了 不要问我为什么 这里呢 一个前A压倒 走在起空出招 下一个前A没空中 这里呢 再一个前A 打点分 我这个这局啊 我是非常注意打分啊 这局打分 我打的不是一般的戏 但是那分数 长得是真吞鸟了 然后呢 操操这里战场 刷了个这吕布 你这个玩意 找谁说理 这个吕布不会开必杀 这个吕布会开必杀 这游戏就玩不了 然后呢 这里再来个必杀 直接把这里吕布抢上天 还没死拿从天 死了 那这样呢 单程曹操老哥一个了 咱们的小黄鼠也捡不上啊 实在就是没格 你这个玩意就没招 我也就不断了 对吧 这个没有格能捡的东西 我在做 我全是少 这里呢 一套大风斩车连招 收掉了对面曹操 然后呢 咱们这里呢 吃一口夹雪 还行 给个大夹雪啊 干点人事 继续往前 这往前呢 咱就直接来看手底boss了 前面呢 刷的单个boss 我就不得就一个梗子了 很多地方刷的 都是单个boss 好像可能感觉这个 半天没有boss是吧 其实并不是 一般一个boss 或者说一个不强力的boss 我就懒得减歇了 比如什么 单刷个下后蹲了 对吧 你单刷个什么 这个 什么什么什么 曹张了 什么这个沙发科了 直接我都 直接就 直接就忽略了 然后这个位置 为什么张聊没收起呢 我怕再出一位小 比如出boss 那样的话呢 很有可能死的就是我了 终于来到这个定局展下猴了 这里呢 我就缺一本石头说 那毫无疑问呢 我都往上走 这个位置呢 一波小不用刷杀boss 你看是吧 你这个玩意儿 你跟贼说理解 三个boss 咱们这里呢 已经跳好了隐身一了 你注意看 我已经跳好了隐身一 这里隐身一 我直接扔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三个boss呢 首先陆讯跟这个 黄盖是非常搅拾的 然后呢 雕传的攻击力量也不低 我把两个b杀扔完之后呢 这个陆讯也不会死 陆讯不死的话呢 跟后续的两个boss 马上出了这两个boss 凑到一起 我也不好打 这里诸葛亮又来了 这bcb爆吧 我也不想爆啊 实话实讲 我也不想爆 但是我实在是没招 你这个诸葛亮一个护水 我又得扔一个可以了 所以说呢 索性爆气 又来四马一了 你看我就说我这个玩意儿吧 我这个玩意儿 赶上boss开会了 全是怪 然后这里还得注意 黄盒的血量啊 黄盒的血量呢 还有17 这四马一42 黄盒的血量还有17 这样那四马一还没死 点个招跟键吧 你正好还没招 陆薛还没死 你看是吧 这样呢 正好四马第一 陆薛第二 咱们给它点死 然后呢 剩一个梦游的血量呢 够撞那啥 够撞那个叫做石头树 这石头树必撞啊 这石头树不撞的话 这玩不了了 最后一本石头树 哎 被打 咱把石头树撞出来 直接呢 扔AB剪 你看是吧 最后剪东西还很细啊 AB空脑怪 然后呢 直接剪 这样呢 杀死梦游 来一个气 等许楚一个破定 破定啊 他不破定 咱就扔道具吧 我的道具本来也扔这么多了 也不差你个了 这样呢 咱们直接把腰带剪上 总算是如虎添翼了 咱们呢 这个位置 血量也算是补满了 动物树也拉回来了 小道具再剪一剪 它有两千万奖命 你看是吧 这个玩意儿 这地方我就是 闭眼睛拼了 里面身上只有一个隐身衣了 我再扔隐身衣 后边不够打了 所以说呢 这个门我还得进 因为我没血了 对吧 我没血了 我得减轻功能啊 要不我就血怎么往上补 所以说呢 这个门我还得进 另外我酒服也不够 我得减酒服 所以说呢 这里就是闭眼睛往里冲了 来boss给我打死 我就骂了 就完事了 你这个游戏的管 你不能一直稳 打游戏的话呢 稳没有毛费 但是呢 你不能一直稳 对吧 你该拼一马的时候 你也得拼一马 比如说刚才那个情况 对吧 你扔一千一进去了 你后续再有需要 隐身衣的情况 可能直接 你就应对不了了 对吧 所以说呢 有的时候呢 还得独独运气 这个位置呢 咱们赵云有妖带以后 这个伤害就是不一样 你看这快快快 看这叔叔 看完整 两万多滴血 一下就咕了死了 好 咱们呢 继续收集了小刀剧 把没有用的盒币扔了 剪一个略微有用的招牌 然后来到这个画面呢 我总算是把这个 讲命的分打到了 那现在呢 感觉就是能通关了 是吧 感觉 只是感觉能通关 但实际之下呢 也是不稳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呢 本身打还是生疼 这个暴BCD呢 一是装出这个酒壶 二呢 是把这个怪收掉 这个马超直接开一个山下壁 把这个马超先收了 这个马超 这个马超 这个马超没死 先用大爆展制 把这个操杂打死了 操杂也没死 这个地方呢 就得用这个平A了 哎呦 这一下 少一个气 没有办法 有点难受 吃加血 用修剑 修剑呢 随外起手一个 其他俩谁都行 谁来起谁 看好位置 利用这个草 看盘长 利用这个草 让他俩过不来 哎 破定 没抓着 继续 走 哎 又来一个破定 一次抓不着你 两次抓不着你吗 马超去手去垫 你要是不玩啊 马超 七手 哎 我这边也太猛了 好吧 打气环境给各位倒一倒啊 咱们呢 直接往前走 你可以看到这把 我这个气呢 几乎打满 打了两个时间机的气 然后呢 这位置呢 实在离这个外边地图太远了 我呢 直接准备开一个48的地杀 把所有的怪空到右边 然后呢 往左拉 打一个这个沙木科 直接开始笑 这个地方呢 沙木科 哎呦 这三国太贝了 这里呢 直接战B 战A 把他俩打飞 然后我再笑 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调查 哎呦 这个陆续 你这个玩意怎么这么衰呢 这里呢 全减个令牌 没减上 然后呢 开必杀吧 这里这个巧啊 主要是巧不好应对 好 一波必杀 打完 动物竹减上 毒一桶减上 再开一个必杀 因为要刷新兵了 这个必杀开的不亏啊 两个大铁驴 加上一个这个大操杖 然后呢 准备躲笑啊 这里呢 梦获倒地 一定要躲笑的意识 最后呢 飞碟起手 先把这个梦获打死 我们给他老笑 然后呢 再把这个操杖打死 这个操杖 血量要点厚 把陆续打死吧 直接一个飞碟 然后呢 赶紧打操杖 大风战士 A大风战士 没死 打一个必杀 必杀的话呢 直接碰一波 这样呢 把一众大侠 带威严 全部打死 不 还剩一个胃炎 然后呢 咱们这里呢 捡一个这个啥 捡一个飞碟 吃一口加血 没吃上 那咱们先跑路 扔一个毒气筒 在后续的这种情况呢 先弄毒气筒啊 这个毒气筒 这牛逼程度 比飞碟要低一点 然后咱们直接往前跑 这里就是暴逼死地了 没有什么别的解 直接逼死地 开始轮 这个赵云 这个必杀 应该是不错 这个虽然说 打分能力削了 但是呢 这个必杀 这个能力 还是这个独逼啊 这个必杀 你看啊 这位置呢 不能全打死啊 吕布全打死的话呢 你没有空减加血 我得把加血捡起来啊 因为吕布死了之后呢 你就得准备啥了 你就得准备杀木哥了 这里呢 一个66A大风展翅 减加血往前跑 直接跳杀木哥 再走上脚笑 别别别啊 这关于你看 一出门这万块 急够够笨 我就跑 他好像是有病啊 当然了 我当时肯定没骂他 我这么有素质的人 黄盖你 要是不玩啊 这还是有衣服 继续跑外接着笑 好 这黄盖呢 咱们呢 给他个屏幕 让他起身进来别跳 完了他又跳了 但是还好啊 我刚才给他一个右边的位置 他朝着我跳 所以说呢 刚好是这个 这个这个 他的位置打歪了 这里呢 一顿大牛啊 知道是吧 黄盖给个火 没听死吗 再来个插门车 继续笑 这里是最后一个插门车了 就不考虑打马了 因为呢 现在吴虎江 还有很多批啊 这个吴虎江 待的小弟呢 远比前面的两个驴厉 虽然说赵云大马不厉害 但是呢 我可以慢慢磨 这帮小兵啊 如果刷的是带boss的 我就磨不了 没有磨的办法 读读读读哥亮 这什么游戏呢 OK 坏了要死 直接扔个隐神仪 你看这吧 这是我这个仅存的一个隐神仪 看完着 这个就是第二关啊 没扔的隐神仪 在这发挥作用了 看见了吧 如果你这个隐神仪不扔 你现在就死了 对吧 你肯定要躲不去这个水啊 你干啥躲 没有能躲的 读读哥亮又湖水了 你猪吧 我先给你小兵干死 捡一地的道具 然后呢 打一个这个 混火轮接大风产 这哥呀 你早知道这抱个鞋 我他娘呢 早就搁这捡鞋了 最后 然后呢 咱们这里呢 勾引一下 捡渡标 准备两个驴 咱们呢 先吃点加血 要死了 先顶出一个血 过来 渡标 空一个 吃一口血 再顶一个血 好 都吃掉 然后呢 咱们开始慢慢磨这个驴 这个驴只能 我们还没有别的办法 这个C赵云 打这个驴 是比较弱势的 没有AB赵云 那个冲锋枪的必杀 有我也不能用啊 这个气力不太够用 这里呢 直接扔了一个山海币 是准备爆酒了 就毫无疑问 是准备爆酒 好 小九狐一爆 然后呢 这里呢 直接来 A一个渣 然后继续 再A一个渣 这样的话呢 打完这个驴 气就满了 这就是这个 爆酒的一个好处 之后等他过来 我是不想引 那个弓箭手啊 我这个眼神 你没懂 那弓箭手射箭 我总瞅不清是奶行 来了 这位置呢 是没招了 弓箭手出来了 别装了 看着你了 好 这里射箭 再窜 搞定 然后呢 咱们三个掌枪机 这也是没办法 前边一刷怪具的掌枪机 这个位置呢 直接选择了一个48的绿杀 往左开 没什么 没什么调用啊 然后再开掌枪机 好 又看了个48 那看来呢 我这里的设想呢 就是这个 两个48解决沙梦克 然后呢 再用一个掌枪机 解决这个黄干 然后呢 再用两个掌枪机 把司马仪打残 再收一个气 你看我这个想法 我这个构思 你看当时是吧 很科学 看不看着 这里呢 一个动物数两掌枪机 这样的话呢 司马仪对吧 就是残血了 残血之后呢 我们呢 可以这个再收一个气 正好三个气 BCD打前边的boss 你看看着 我设计这玩意 确实是合理 这样的话呢 飞盘一个连招 司马一个死了 一个飞碟 命中漂亮 大鹏展翅 大鹏展翅 这个气 这个气不好收了 这气我直接气了 这气如果你现在想收 就是打命收 好多人可能感觉 ab很稳是吧 实际上你玩过这种 高难度就知道了 在这个残血的怪 你过去ab 基本等于一命相不乐 这里呢 就不做过多解释了 因为解释也没有什么用 现在难题就来了 难题一下就来了 如果用司马仪 不稳 很有可能的司马仪 笑的过程中 被对面卡之间 就给我揍了 所以说呢 我现在做一个什么考虑呢 就是 先用两个气 我这两个气不能浪费啊 我这两个气 如果浪费了的话呢 这个速度还不够 咱们这里来看啊 本来呢 我是准备的一个BCD 加两个神仙笔 就搞定了啊 结果呢 这个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 好 咱们这里呢 往前走 我现在呢 是在思考对策了 前面呢 我再琢磨怎么办 调好酒壶的话呢 肯定就要用酒壶了 我这个三国呢 基本调上啥就准备用啥 好 这里呢 来了 你看两人 三个人 一人16万 这里先开必杀 你看这吧 这一个必杀呢 能打两万对比取 没有这两个必杀 四万多的输出 一个BCD不一定够 这里呢 平一大部分转赤 哎呦 这里本想弹点输出啊 结果呢 这个被曹操一波绕后 现在就危险了 本来呢 扛一刀 现在扛不了了 然后呢 直接就抱酒服 然后神仙笔一条 先利用我的鞋子 移速走位 鞋子不能摆解 空一个场 看见了吧 神仙笔空场 然后继续走 就是神仙笔 把这个气槽拖到 再一个神仙笔 好 这里继续走位 调一个竹子 准备了 竹子再拖一下 OK 竹子三重 拖了一个气槽 同时呢 还给了一个必须的位置 这里呢 直接大膜展示 对着曹操打 因为呢 这三个boss 只有曹操死了抱加血 所以说呢 必须对着曹操打 这样看见了吧 这个曹操呢 只要被我打死 加血就来了 再杀 哎曹操没打着 哎曹操 曹操 我的加血 哎 这里得用必杀打死了 本来想收气 这里呢 加血更重要 不要气了 曹操死亡之后呢 赶紧挑战面道具 一个竹子 背面一个死马仪 然后呢 两个加血一吃 没有这口加血 你下边也打不了 小金儿 出门呢 直接放死马仪 然后呢 开始乐 来的是大虾 还行 哎大虾 再乐 继续 只要摇的够快 对面就打不着我 哎 节奏全落了 往左偷了屏幕 继续笑 这几个小兵来的不错 这几个小兵呢 都是一下子碰死的兵 既加了气又安全 这里呢 继续 等一波 等一波 笑 好 又是一个小弱兵 漂亮 这啥子兵真加气 再笑 再来一个笑 躲死 再来一个笑 躲死 再来一个笑 又是啥子兵 自己本兵刷的真好啊 感觉不错 妈的boss刷的不打地 你个小兵刷的真不错 又一波小兵 你看这吧 这个气呢 硬生成打了三颗 最后直接换回来 必杀躲骨水 打死 然后呢 继续必杀 再亲小兵 同时呢 把这个怪 打过来 大哥你别别别别闹 我们来看看 这地方包整了 调绝章不敢探了 这里呢 开始跳 扔一个棍 先把这个打死 站好剩一个棍 留着关底用 然后这一怪呢 就利用跑位 等它以前结束 就完事了 破锤子扔掉 没用了 好 其实这局有一个很大的运气成分 就是我那个小黄叔 我那个小黄叔呢 是在这个曹胚呢 打气的时候爆的 没有那个小黄叔呢 这局游戏可能就过不去了 这小黄叔呢 应该是这局本游戏最大的运气成分 要不然的话呢 巫虎将没个玩 就以我现在的剩的这个资源来说 巫虎将确实没个玩 然后这个位置呢 上一个司马仪啊 因为这个赵云打巧的能力呢 基本的没有 所以说呢 咱们最近有司马 这个司马仪呢 也好说 开场一个这一个啊 然后呢 前边那个三boss一个 张辽一个 这样那四个司马仪呢 也都用到了他们该用的地方 是吧 好 这里呢 继续输出 接着打笑 那司马仪打走磁的伤害 虽然是一般啊 但是呢 这个 怎么都比赵云强 是吧 球 再来 继续 再来一波 这一波打个两下 还能不能笑了 笑不了了 还能笑一波 还不错啊 又不笑了一下 赶紧换回来 好喽 那现在呢 就只能用赵云强强磨了啊 即便赵云打巧 没有 没有造纸 你也得打 你这个玩意没招了 逼到这了 没有东西 只能自己上了 这里呢 先轻个大驴 然后呢 大目展示一下四千 伤害倒是够啊 但是这个大目展示 打巧不坚强 这个红虾不多说啊 我这些血量呢 一下就给我逃死了 所以说呢 我这毒气 一个毒气没中之后呢 我在他的攻击距离之外 打他 看见了吧 叫红虾 不能给他近身的机会啊 因为一进身的 我未必能抢过他 然后这个位置呢 又来个黑铁甲 这个玩意不是 不是坑爹吗 扔了个毒气啊 把这黑铁甲当boss打 没有办法 一旦你跟黑铁甲抢招 失败 他开不说 你就死了 我这里看好多人打这三哥 打了黑铁甲 就是敢直接上去进去 简单难度倒无所谓啊 当这个难度系数稍微上来之后啊 就是等于跟铁甲一命相夥了 血亏 这样呢 打死小兵刚好加一个气 打死了这个抢 再加一个气 前面穿的三哥都不看了 没有什么意思 他看这 这个地方呢 实际选择了一个动物说 然后呢 想把这个铝布控住 铝布没控住 行 控制这俩也行啊 这俩应该是一个司马仪 加一个铝布 把这俩主要位控住 剩下狐猿的问题不大 下狐猿虽然也厉害 但是呢 是在三哥里边最惨 哎 我的兄弟 你不惨 哎 下狐猿是在三哥里边 最厉害的一怪 所以说呢 咱们留最厉害的最后送 这个位置呢 调一个独 调一个独标 没错 调一个废盘啊 这里呢 独击总 尽量最后用 比如说像我这种 就是追递的时候用 一个大鹏 收掉 好搞定 咱们呢 这个呜呼呼叫就不看了 两边小黄猿 这样收走 咱们呢 来看这个张辽 张辽是比较容易 出现意外的 第一点输出 一个司马仪不一定够 第二点呢 这个司马仪不本 另外呢 就是如果小冰刷boss 死的可能就是我 这里继续一下 好 再来 诶 死了 没事 别是boss就行 别是诸葛亮就行 吃boss问题可能都不大 那个诸葛亮是真烈 诸葛亮来了 给大老远就呼水 我血道没有 雪克死马仪 这里呢 打张辽应该是效不死了 但是呢 咱们呢 有这个后续补充啊 比如说来一手 哎 好吓人 比如说来一手张灵剑 这里呢 来个扫子 问题不大 再笑 好 我们来看啊 这个位置怎么办 直接来一个boss 可能这个boss 冷完之后 肯定要出事啊 我这个气怎么补回来啊 冷个时间气 那可能再boss了 那看来那只留三气了 这气补不上了 这样的话呢 我三气再加九 应该是够了 三次bct 应该能拿下这两个boss 咱们来看啊 赵云最轻松的 一个地方来了 就是里边 这也是这个赵云 强势之处啊 越往后打越厉害 当然了 如果没有这个分数 削弱了这个bug的话呢 这个游戏 不至于这么简单 不过呢 也不轻松 好 这样呢 开场一个竹子 直接扔掉 然后呢 最后一个影响 应该看到我这个道具啊 就是可定可猛 先打一个山海币 防止山海不足 然后呢 直接扔个一个1 你看我还是很细的 把这一个气给他用掉 之后呢 等他俩去左边 我直接呢 就是动数给他俩一变 挑好酒壶 变 报气 大风展师先控住 然后呢 挑酒 再一个大风展师再喝酒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就输出就行了 可以看到呢 打这个葫芦一叉八九千 打这个五神一叉不到三千 但是这个输出绝对是够的 你看一个BCD啊 干这个葫芦呢 得有十万地血 算吧 三个BCD三十万 正好就是够死了 他二十八万血是吧 这一个BCD正好是十多万 第二BCD 两个就死了 你看是吧 一个半就死了 好 再见了葫芦 葫芦死之后呢 这个五神咋也别停 咱继续干它 这样呢 第二个就打完 最后一个BCD用完 这个五神也就死了 难道是吧 这个道具呢 在我几经的这个调和之下呢 最后正好是可定车马 命的话呢 算是很坚强的 剩了一命啊 这个分儿 这么打都没有五亿啊 这就是哥以前的赵云 就这个BC赵云 我这个分儿 这局游戏结束 最好是十亿 对你没听错啊 按我这个 这局的打法 最少是十亿 可以看到呢 最后只剩两个动物书 加几个飞盘 那么好吧 一局精彩紧张 刺激的下一命 传说风神马 就给大家到这了 我是本期警察永恒 喜欢点个赞 拜拜